10.59準備 11點已熬到 小姐姐手拿雞翅大口啃肉 吃得有夠香 因為埔里三線青椒 如宿五天 終於開魂了 放眼望去鹽俗級攤位 豬肉攤商 海鮮攤販 粥牌亮起來 每一家外頭排滿民眾 在剛開魂的時候 所有的埔里人 都會跑出來搶肉 然後我們甚至提早半小時 來搶肉 但是還是搶出人家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可以來看看這個 盛大的那個場景這樣 11點我們要先吃肉 就是還滿特別的 因為以前這裡 大概9點10點之後 就都沒有電了 第一次看到晚上的時候 埔里那麼多人 南投埔里鎮內大市 全鎮如宿五天 就在17號深夜11點任務完成 以進入紫時傳統市場開張 賣肉賣魚的攤販提前作業 從凌晨開始營業 因為就是今天開始開魂 所以11點才開始賣這樣 我們是11點才吃魂的 我們是先擺 然後他們可以先埋 然後11點開車 11點要開車 所以很多人就會跑出來 然後我們就會這樣 然後一直到隔天中午的 十二點都不會休息 盛頭會開到三點 一定是平常的 平常的股肺喔 買肉盛況驚人 埔里民眾報復醒吃肉 還有人為了明天祭拜 提前來採賣 順便吃宵夜 開婚後 埔里夜間滿滿人潮 現在是吳昆宇 謝雲珍 南投參